记得当年我要升级见听音箱 那时候真的没打算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在某个店铺第一次听到 这两个大宝贝的声音以后 不到五分钟 我就有一种刷卡带走的冲动 几年时间过去了 我始终认为这是我在设备上最值得的投资 我的老朋友 真理8341 The ONES 大家好我是Alex 很高兴又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我自用的设备 而且毫不夸张的说 这是过去这些年每天都在陪伴我的设备 真理的8341 坚听音箱 首先要说这个坚听音箱 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不便宜 不过那句俗话怎么说呢 贵的东西一般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贵 这句话在这个音箱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证 实际上我在接触混音很早的时候 我就想要一对真理的音箱 这品牌在我脑子里一直就是一个 好和贵的复杂的混合体 而且给人一种很创新的技术流的感觉 那机缘巧合呢 终于在真理的The ONES系列推出之后呢 我被一个朋友拉去试听 当场种草 而且当场掏钱 把这两个大眼萌请回来了 我承认呢 我肯定是有一定的外貌协会的倾向 对于设计有趣的东西呢 我在心里一定是加分的 更何况是每天摆在面前的家伙事 好看的很重要 而真理的这个系列呢 绝对算是监听音箱里面识别度最高的之一 作为同舟音箱来说 这种大眼睛是必然的 然而它整体的形状设计 上下开口的这种低音泡单元 配合很现代的颜色 除了事实让我非常的喜欢 我相信你肯定在各种图片 视频中见过它的身影 它的后来还有白色的版本 黑色的版本 会更醒目更有个性 同时呢还推出了RAW系列 不带外部涂层的版本 更加符合真理这个品牌本身的环保的理念 老实讲 如果你让我再选一次的话 我大概会选那个RAW版本 因为那个版本呢 你可以摸到它本身 铝质铝合金的外壳的材质 而这个音箱的形状和材质呢 也不简简单单的只是为了样子 这个设计呢 实际上是真理很重要的技术之一 叫做Minimum Diffraction Enclosure MDE 这还是一个注册的技术 通过减少音箱内部的直角 来减少声音不必要的反射 同时呢 它有一体化铸造的铝合金质的外壳 前后两片 可以让音箱壁做得更薄 减少斜震 也就是减少内部的震动 同时还能减少体力 而且超级的结实和坚固 对 当健身器材也可以 甚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环境中的电磁干扰 那这个音箱本身配备了 这个橡胶材质的直角 长这个样子 不仅解决了它圆形底盘 站不住的问题 因为这本身就是圆的嘛 你搁在桌子就滚走了 而且呢 可以让你调整倾斜角度 并且减少和你台子和架子之间的共振 另外呢 它还可以横着放 你肯定看到The ONES系列被横置的照片 其实怎么放我觉得都可以 完全是看个人的喜好 而真理给出的测试数据来看呢 这两个放置方式的指向性非常的接近 当然呢 这也得益它的对称设计 以及真理的MDC Corexio的技术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Corexio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同轴音箱的这个技术 它会把不同频段的LAB 纵深的叠加在一起 让它形成一条线 如果你把声音想象成光线的话 传统的三分频 三个LAB那种独立的音箱 会发出三道光 那这三道光汇聚的点 就是你监听的最佳位置 而同轴音箱呢 出发的那个时候 就已经汇聚在一起了 这样不仅可以让你的声音传递 更加的准确 而且呢 对于你监听的距离 监听的位置 也没有那么挑剔 甚至对于你的声学环境 要求可能也会降低一些 当然我相信这也是 The Once 这个系列的名字的来源 点状音频 三分频 那如果你看到中间这个 没有办法回避 没有办法错过大眼睛 它实际上是高频和中频的 单元叠加在一起 低频呢是交给了上下两个 叫Reastrack 低频单元 就是长条形的 如果你好奇说 这个音箱应该是多少寸呢 因为我们一般说音箱 都说多少寸 这还真不好说 因为它的低音单元 不是一个原型 你怎么去算呢 不过从频响范围来看呢 它可以覆盖 38赫兹到37千赫的范围 而在它Linear 也就是线性的一个频段呢 是覆盖45赫兹到 20千赫的范围 这个区间内呢 频响曲线非常的平质 正负范围只有1.5dB 所以从这个技术上来看 它基本符合 6.57寸音箱的范围 而对于很多音乐题材来说 作为进场音箱 你甚至不需要单独去配低音跑 那作为专业 兼听音箱呢 丰富的接口和控制机面 肯定是不可少的 那在这个音箱背后呢 有很完善的 频箱曲线的调整 包括低频的控制 高频的控制 帮助你去补偿 你所在环境中的声学的缺陷 以及还有一个叫 Desktop Control 就是你的音箱 如果放在桌面上 它可以帮你有效的控制 音箱和桌面共振 带来的问题 那在这边呢 还有灵敏度的调整 开关 再往下是XLR接口的 Analog输入 模拟输入 接下来是数字信号输入 和数字信号通过 如果你的音频接口 支持AES格式的话 你可以直接输出 数字信号到这个音箱上 从而呢 减少一次DAAD的转换 那在我这边看呢 有一个叫GLM Network的接口 这个GLM呢 实际上是我选择 这个音箱最重要的 一个原因之一 GLM呢 是真理的 监听音箱管理系统 不仅可以控制 音箱的很多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 可以帮助你去 校正音箱 在你的监听环境中 去获得最好的 频箱曲线 而且使用起来 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这个GLM呢 就是这样一个小的设备 你用一根网线 把这个小的设备 连接到你的一个音箱上 然后另一根网线 把两个音箱连在一起 这样的话 所有的数据就连在一起了 你接着通过USB 把它连在你的电脑上 把这个小的麦克风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麦克风 连接到这个设备上 打开GLM的软件 根据你的设置呢 把音箱摆放在 相应的位置 开始测试 只要呜呜 两声就搞定了 超级简单快速 而且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优化过的曲线 基本就是非常非常平直的 那测试完了以后呢 你还可以通过GLM的 软件精细调整 然后把它存到音箱中 这样你平时就不需要 一直带这个小设备了 每次你的环境 出现大的调整 或者变动的时候 就可以测试一下 这个是我目前用过 最简单快速 而且有效的校正设备 超级超级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音箱的听感 我就不做什么云视听了 因为我个人一直觉得 Z341作为监听音箱来说 听感上呢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优点 第一个呢 我认为最突出的特点 也是我当时听的时候 过而不忘的一个感觉 就是顺态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尤其是在听动态 很多的素材或者音乐的时候 你会很清楚 很清晰的听到音头的表现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这一点在你处理 很多音乐风格 比如像EDM HIPHOP Rock等等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音头听得清楚 你才能更容易知道 你想做出的调整 从而听到结果 那第二点呢 每一个频段的声音 听起来非常非常均衡 这可能得益 它本身就已经很平直的 频响曲线 外加Corexial的设计 再加上GLM的校正 我觉得你用它听歌 就是一个特别享受的感觉 简单来说就是好听 第三点呢 它的声场 我们经常说的imaging 或者是soundstage 或者是声音成像 结像之类的 非常的清晰真实 在你欣赏音乐的时候 你几乎不会太多的感觉到 这个音响本身的存在 而是两个音响构成的 一个声场的空间 当你做好监听位置 调整之后呢 比如说听人生独唱 你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这个人的位置和距离感 所以我觉得 对于很多预算充裕 甚至想买一对音响 来听歌的用户 其实The Ones系列 也是特别特别好的 当然听感本身呢 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 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每个音响品牌 设计的目的 技术手段 面对的群体也都不一样 真理这款音响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 现代风格的音乐 动态大 对比鲜明的风格 所以长篇大论 说了这么多 你大概能感觉到 我是多喜欢这段音响 确实一对好音响 可能真的是你音乐 制作录上最重要的伙伴 因为你 基本上就跟它朝夕相处 天天见 长时间的一起合作 那对于我的这个伙伴来说 我还是相当相当满意的 作为一款专业高端的 监听音响 8341能够覆盖的 频段范围 以及声音品质 对我来说 都是充足充足充足 那当然如果你对 低频有要求的话 你可以单独去配 真理的DinPow 我可能过一阵子就要配一个 同样也可以用GLM的校正和管理 这就是一个 特别特别完美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相信 不管你是个人家庭工作室 还是专业录音棚 真理的The ONCE系列 作为进场音响 基本上可以帮助你一步到位 得到非常优秀的声音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 有店铺可以去试听的话 一定要找机会去试听体验一下 我觉得这个草 种的话很值得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 希望这一期视频 能够帮助你了解这块音响 也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要上 拜拜